龚佳欣和张震朗 去年合作的剧集《灵气逼人》 《人鬼情》的故事 深受马来西亚观众喜爱 日前这对灵气CP 就飞去马来西亚 进行三天两夜的船风式见面会 所到之处都逼满粉丝 场面非常热闹 他们除了在台上 和大家玩游戏外 还走近群众送礼物 兼献唱答谢大家爱戴 我愿意笑得过甜蜜 深连 深连 梦在宇宙深连 你若不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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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实时不可不舍 只要你带他回 我愿意笑得过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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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隔了大半年之后 我发觉大马的朋友 依然都没有变过 都是这么热情 我过来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开心 很欢迎的那种感觉 大家好客 我比较久没有过来做宣传 但我觉得由我们一落机 其实应该说 我们未来香港之前 那些粉丝都已经在IG 问我们 什么时候来 要来接我们的机器 问我们想吃什么 很好感受到大家的热情 而且刚好香港这段时间很冷 然后来到这里的时候很热 我觉得真的特别感受到那份热情 剧集《灵气逼人》 在马来西亚大收获牆 佳因和震浪当然非常开心 他们都说接拍时 都没有想过在当地这么好反应 完全没有 我们拍的时候 其实我们本身都很喜欢这个戏 也很喜欢我们两个角色的故事 我们本身就没有想着 有些什么特别去想这一方面的东西 但在播的时候香港很受欢迎 没想到连大马也是这么受欢迎 原来大家这么喜欢看这个人鬼的戀的故事 那我就觉得挺好 会不会是可以考虑一下 真的再发展这个故事下去呢 那佳因你是不是有计定桥 如果他拍着呢 有啊 其实我本身计定了一个 但是我计定了桥给他 大家都觉得差一点 我们又再改了 没错 我觉得可以的 但是现在不能讲 现在不能讲 我想你回香港就跟监制讲 是的 或者会不会来大马拍呢 好啊 是不是啊 因为大马这边又这么喜欢这些题材 可以一半一半在香港拍摄在这边 但我觉得我怕我越拍越肥 就是东西这么好吃 吃东西嘛 就是每天放工 快点去吃东西 我要吃十碗虾面那些人来的 气内气爱 这对灵气CP默契十足 这次去到大马又这么受欢迎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计划 继续以这个组合去登台呢 当然会了 我们已经打算开演唱会了 是的 为什么你笑的 我们开心而已 对啊 是的 预备好了 对啊 我觉得是很难的 因为剧集是去到 无论是大人 小朋友都这么喜欢一个 一个人和一只鬼 没错 我觉得很特别 演唱会将会疯狂唱 奉角恩仇未了情两个半钟头 一首歌只是唱 希望大家会喜欢 一 阿叶 慶耶 走 去